吸水夾帶大量泥沙滾滾而下 連日降雨導致土石不斷往下沖 這是高雄桃源山區的 名霸克路橋跨玉碎溪的岡邊橋 下午四點多受到梅雨封面影響 水位不斷暴漲 短短六小時 已經降下超過八十毫米雨量 從間看畫面景象十分驚人 大量土石泥流持續下沖 導致河道淤積 擔心對岡邊橋的結構造成影響 公路總局從七號晚上六點開始 預警性封閉 由於梅雨滋留封面難移 高雄雨勢越晚越大 八號整天遙盛房短時強降雨 所下的雨勢而言 我們預估明天在整個西半部地區 還有金門澎湖地區會出現 局部性的大雨 尤其西半部地區會有短延時的 好雨現象 氣象局表示這樣的梅雨封面 未來幾天都會在台灣附近 南北震盪 直到禮拜天以後 水氣才會逐漸減少 金新聞黃軒和孟哲謝嘉玲 採訪報導 在台灣下之間 亞洲 北昂 沙 伊 娱 南 邦 沙 relationships 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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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